56岁鬼角七拳家兆,老婆曾是健美小姐,和体操王子李明世发小。 说到影视圈的功夫明星,观众们第一时间会想到李连杰、成龙、红金宝等等。 其实在影视圈内不止他们能打能演,还有很多有真功夫的演员,只是他们的名气没有那么大而已,像邹赵龙、周比利、樊少皇等。 今天我们说的就是一位有真功夫而且演技不俗的演员,她就是熊欣欣。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熊欣欣这个名字对于很多年轻人是非常陌生的,但是对于七十、八十后来讲,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她当年在《黄飞红》中饰演的那歌《鬼角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前进俐落的腿法,而且可以左右开弓,让人防不胜防。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熊欣欣小时候就生性好动,1976年她被家人送进了广西柳州体校学习武术,不曾想熊欣欣在体校。 一下子就是八年,进入武术对熊欣欣练习的市场拳,曾多次获得广西以及全国武术冠军。 1983年熊欣欣退役后回到柳州担任武术教练。 那个时候熊欣欣欣对于功夫电影也是非常喜欢,她和普通影迷一样更多的是羡慕李连杰这样的明星能在荧幕上大展身手。 1984年熊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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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继续往下阅读。 在拍摄中熊欣欣的表现非常出色,受到了刘家良的赏识。 1987年熊欣欣接到了刘家良的电话,邀请她到香港发展。 一下飞机后,熊欣欣就被拉到了片场,担任替身表演跳汽车。 初来乍到的熊欣欣立刻就被替身圈锁关注。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1989年,熊欣欣得到了一些小角色,由于担任李连杰的替身,所以她在《黄飞红之男儿》当自强中誓言反派九宫真人。 由于李连杰有伤在身,不能完成高难度动作,熊欣欣不断换衣服,一会是九宫真人,一会是黄飞红。 打得不一乐乎,两人交手的戏,大部分都是自己打自己。 熊欣欣曾经最多一次晚上替演了七个角色。 在做替身的时候,熊欣欣看得很开,她一直认为能做替身很荣幸,她也是很享受做被人的替身。 或许正是这样良好的心态,让她在1993年迎来了事业的重要转折点。 这一年,她接拍了徐克指导的《狮王争霸》,在剧中饰演《鬼角七》。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这部电影让熊欣欣第一次出现在大荧幕上,而且满足了自己和李连杰对戏的愿望。 直到今天熊欣欣欣还对在语中掌国李连杰的桥段记忆犹新。 她说,当时是真的打,打了七个耳光,把李连杰的脸都打肿了。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后来在《断刀课》里,熊欣欣更是被赵文卓直接打晕了过去,不得不说熊欣欣拍戏确实很认真,都是实打实干拍出来的。 评级着《鬼角七》的精彩表现,熊欣欣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提名,后来她陆续主演了《英雄豪杰》之苏琴儿、《小醉拳》、《精武门》、《白发魔女传》等等,不仅让她的演技更加纯属,也让她的知名度更被人们熟知。 内容未完结,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